老房子的保存非常不容易 尤其如果你是每天居住的民宅 你可能没有热水器 洗个澡要打水烧柴火 在大西的老街上 有一间经过一百八十年的古仆街屋 叫做远古本铺 它拥有当地的老房子 很少见的双店面双中亭 更难得的是 直到现在都是由同一个家族来管理照顾 百年老街屋的主人现在要办活动 找大西的其老 说故事 要用最适合老房子的方式 延续百年价值 大西老街上一整排 融合巴洛克市和闽南装饰图案的牌楼 令人赞叹 这上世纪的美丽 原汁原味的被保留下来 透过旅空的雕花门 红砖砌成的三元拱廊 优雅的搭乘着石板中亭 完整宽阔的空间 倒出家族过去的繁华 但老房子对比现代生活 依然存在种种不变 印象就是一直想逃走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房子 你会发现它现在还是很传统的格局 在过去在我十八岁的时候 这个房子在其他地方都已经是有热水器 有瓦斯炉的时候 我们家是通通不用的 传承古家五代的经商店面 远古本铺 从高炳南北货到现在的杂货 已经走过了一百八十多个年头 但是对当年年轻气盛的古正军来说 一点也不舒适 我要洗一个澡 我可能要花两个小时 从生火然后打水 两三个小时才能洗个澡 所以就一直想逃离这里 我觉得我好像住在三顶洞 三顶洞人从来没有进化过一样 离开大西升学就业 甚至离开台湾 胡振军当时没有想过 会回家乡发展 直到有天在飞机上 读到日本作家介绍老家的文章 我吓一跳 这是我们家 全身冒冷汗 为什么冒冷汗呢 因为你的家乡是被人家在照顾着 但是我跑到上海去 想去做别人家乡的生活改造 到了国外才惊觉自己的老家这么美 胡振军终于回到爸爸身边 一起照顾老房子 这个家庭的生活 我要把它保持给你 小的以前我们 以前古早 就是以前他们的笑容 就是以我的能力 有能力我就把它保持给你 除了帮老房子找回灵魂 在修缮的过程中 胡振军和爸爸坚持修旧如旧 留下传统 那些屋我们还是觉得捨不得丢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瓦片 把它砍在地板上 对于别人来讲 它可能是一个废弃物 但是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宝贝 所以就把它砍在地板上 屋内一排排工整的空间 藏着好几代人的记忆 古家人要将这座老宅之美 继续传承下去